吊那馬,鴨斬斬,乃過鴨斗鬼,貴正他, 今晚半姑娘一於瘋狂了的是, 我要聽廣播電台唱歌, 誰狂的都不夠欺負他, 姐姐不夠欺負他, 為了聽那條後婆二打陸向收音機唱歌, 連生意都不狂做。 話說過鬥後婆蝴蝶影, 舊擺喊傘成安華天台, 有鬥勝河的路屎弗刀成六十多歐, 每晚死落牆想殺夜, 又無水頭, 扮殺夜裏將五蚊細紙放在大花哩花樓的單據樹, 按入喘喘帶羅出來, 等人以為他帶把水頭。 後來被人當眾踏穿他是充闊佬, 如吶吶吶吶吶吶吶出來看大戲。 蝴蝶影羅吶吶吶死去見新大佛那間大舞台樹骨尾, 比亞趙薯新導演《Mint 97》去搭乎美國第一出粵語片, 《歌旅情潮》, 他在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尾, 在大浮踏那隻威爾遜總統大洋選返來香港, 正在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八日, 星期一身身倒浮, 現在星期四晚就上香港電台, 由華南音樂社拍和, 現場播唱《歌旅情潮》, 一片各支插曲《歸願》。 講開過出, 《歌旅情潮》, 雖然被潛流過出, 微光情郎, 遲了些少至上話, 不過觀眾都幾夠電價, 那條江峰先生, 作了之大有詩。 胡言偏偏入舞場, 風之河膽道蘭香, 情潮湧出冤殃女, 嚴曲酸人肉斷場。 歌旅情潮, 港響劍商大浮那間大舞台的花彈梅花影, 和她的舞台拍攝王廷先生, 入斗舞戲, 抄甲撥撥車, 由大浮到加州鄉村石峰, 見到花開得這麼漂亮, 平車落去摘花花, 怎能知原來那樹是 那條江田路前桂坊的家後花園, 每花影的後婆聽到前桂坊在樹上唱歌, 覺得好吞好聲, 加上有靚仔, 發孝髮鄧邏仔, 那時那兒子的老母在屋子走出來, 哭著小孩回家一夜, 於是請他們入屋子喝杯茶, 梅花影臨走還乘機說請他們兩兒子, 當晚落大浮替她演大戲, 過晚前鬼坊丹拖死落大舞台, 看梅花影和王廷演大戲, 歌旅情潮, 梅花影請她入家幾個化妝室坐, 王廷這臭公子不夠喜歡, 被前鬼坊打到龐街, 懷恨在心, 自此之後, 之後婆婆梅花影就更加西空甲狼, 暗點前鬼坊老母給兒子跟她學場大戲, 還介紹給戲院老闆陳山, 要提拔前鬼坊做老冠, 陳山告訴她一晚試試, 於是非戲王廷, 被前鬼坊做梅花影的拍檔, 作出肉丹風流香煙大戲, 風流天子, 自由如花園對搭, 結果好壽班扣小歡迎, 戲院老闆陳山、 娜娜琳和前鬼坊簽半年合約, 於是梅花影和前鬼坊, 相當時, 便他們一雙一對粒琴坊, 當時爆在西洋酒吧, 麥皮丙得粒琦攘, 有一條喉婆羊善蘭在樹跳西班牙肉如飄衛舞, 前鬼坊看着毆乒形狠, 正在搭或袋, 遊戲不夠無敵, 大人蠻善裂館, 我吹,禁忍玉酸,原來是前貴方和那條母女羊線蘭, 兩條玉蟲、玉藤藤, 只穿游泳衣在樹苑鴦泳汽水。 梅花影惹得不夠彩前貴方, 放曬生電給狗拍檔王亭。 有一晚,前貴方惹著母女羊線蘭搏夜, 搞到失場,戲院陳思利找回王亭來拍梅花影燈, 雙方惹得不夠彩前貴方, 原來整件事是王亭的壞公, 叫母女羊線蘭來離家, 或是成科六九歲未兼報酬, 豈料母女羊線蘭問她, 她只肯科十皮, 做喜相歷史仲斗巴掛了一條孝婆一巴掌, 母女羊線蘭就死去, 每花影爆大鑊, 豈料王亭的壞公子出來, 話說前貴方被人抖走之後, 不敢回歸老母, 梅花影便使用寄票去接她老母。 最後前貴方惹得不夠彩前貴方便說, 有食無功禁求個老闆, 被她在餐館唱喇叭唱歌給客人聽。 禁橋梅花影和王亭有炒駕撥撥撥車經過, 還表示,要等三個字, 梅花影有被前貴方歌聲父母恩情吸引, 於是見回她,大團圓結局。 欺可絮無件影於任何母啊! 感谢观看